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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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获得食物、空间和配偶资源 既定等级还可代代相传,女成母业 这样可以减少权力竞争中的流血冲突 而熊猴长大后通常要离开族群 或独闯闯入其他熊猴的单身汉联盟锻炼成长 它们要靠自己的社交和战斗能力获得其他弥猴家族的青睐 等级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级划分还带来稳定的生活氛围 猕猴们时常会找个安静的地方 相互梳理毛发、挠挠痒痒 这也常被误解为捉狮子 事实上,它们是从对方的毛发中挑剪一种结晶盐 猕猴汗液含有盐分 汗水挥发后 这些盐分便从皮肤和毛根上的杂质结晶成盐力 挑剪结晶盐是猕猴们补充体内盐分的一种方式 梳理毛发也是它们相互间表达情感的重要方法 逝者生存 海南猕猴为适应环境逐步进化 并构建了独特的生存体系 自由自在地穿梭 嬉闹于海南岛的尖峰林 热带雨林中 小伙子 均嬉闹于海林 畢脸 2 野生 4 1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